我的公司是SolidHolison 我是这里的执行总监 杨永律 1985年开始做到现在应该是有30年了 原本我不是做这种生意的或者货币箱 原本我是做别样子的 后来我看到市场建筑正在发展 我看到还是可以做 因为我对木和铁是很类行 我就开始做这行 因为当时做也不是很熟 就是变成有别家在做 这样我们做也是很竞争一下的 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我们要找那个营业员 那种会比较贵的来帮手这样 这样我们也要找那个会做的 在工厂的来帮手做这样 在那个应该是在本店 那边做那个发电站的那个工程 我们感觉到他我们也做得很快 他也很高兴 这样我们就 我认为那个会比较大 比较什么 这样 30年做了以前到现在 从大大小小的工程到现在 应该是没有问题 新的目标 因为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做 我也没有读书 也不认识 到现在的时代 假如我去做也是很难做很大 做到外国 现在就是打算给我的儿子 他我们去借所做得比较大 外面的市场也是很大 就外国的生命 还是做比较大的 还是做比较新款的东西做 我去做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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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